朔仁 朔仁是诗经中描写美人的名片 西州时期的人们以身材高大为美 朔仁就是美人 卫庄公迎娶了齐国的公主庄江 刚巧盛大的迎亲队伍在田野上短暂休息 百姓们纷纷前来微观新娘 朔仁齐齐 易锦迥衣 齐修长那样子 易则是动词穿着 迥衣则是披风 诗已开篇 因为美人的形象就跃入了我们的眼帘 这位新娘体貌修长啊 披风照在华美的锦衣上 那她是谁呢 齐侯之子 卫侯之妻 东宫之卫 行侯之仪 谈宫为司 东宫是太子的居所 在这里指代齐国太子 姨是妻子的妹妹 维斯则是她的姐夫的意思 她是齐庄公的女儿 卫侯的新娘 齐太子的妹妹 行侯的小姨 唐公还是她的姐夫 原来新娘的父兄夫婿 都是这般了不得的大人物 那她到底得有多美呢 手如柔体 夫如宁枝 领如球鳍 齿如护膝 亲手额眉 如就是好像的意思 作者用了六个生动的比喻 来一一为我们描绘了 新娘的手 肤 领 齿 手 和眉 六个部分 它们都像什么呢 柔体 是指白毛的嫩芽 又白又嫩 凝脂 则是凝固的脂肪 细腻 白皙 富有光泽 球鳍 指天牛的幼虫 又白又长 护膝 则是护瓜的籽 琴 这种蝉 头宽广方正 鹅 则是飞鹅 触须 细长而弯曲 天哪 用这些嫩芽 瓜子 各式各样的虫子 来比喻美人 它不就变成了一个 大妖怪了吗 当然不是啦 我们要理解 这首诗的作者 是每天都在地里 干活的农夫 只能用田野上 能看得到的事物 来描绘我们的美人啊 看 它的手 就像是茅草的幼牙 又白又嫩 皮肤 则像凝固的脂肪般 细腻白皙 脖子 像天牛的幼虫般 光滑优美 牙齿 则像护瓜的籽一样 洁白整齐 在它那琴一样 饱满方正的额头上 两弯眉毛 就像额的触角般 细长弯曲 好一位 倾倒众人的美人啊 它若笑起来 更是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倩 含笑的样子 盼 则是眼珠流转的样子 新娘 很有礼貌的 向众人致意 她焉然一笑 是那样的楚楚动人 眼波流转 更是眉目寒情 令众人 越看越爱 无奈 短暂的休息之后 迎亲的队伍 又向着王公进发了 人们只好 依依不舍地 跟在队伍后面 整首诗 最动人的 是运用比喻 描写美人的第二章 这些生动的比喻 实在是堪称经典 引来后世的诗人 纷纷效仿 例如 唐朝有 红脸如开帘 素肤 若凝脂的家具 用凝脂来形容皮肤 洁白柔润 白巨翼则有 《长恨歌》中的 婉转峨眉 马前死 更是直接地 以峨眉 来指代杨贵妃 这样的例子 数不胜数 由此可见 朔人对后世诗歌的影响啊 朔人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大家快去答题 抢金币吧